歌手林佑嘉去年向女友Kiki丁文綺求婚成功以後 7號Kiki宣布自己升格為新手人妻 小兩口正式登記結婚成為伴侶 讓大批好友及粉絲紛紛線上祝福 據悉林佑嘉升格為人夫後 透露其實沒什麼感覺 並表示可能等要等到婚宴正式穿上禮服 才會有不同的感覺吧 她表示目前婚宴蜜月都還在籌備中 沒有具體的時間表 而近期林佑嘉的前女友鄧紫棋 則是在自己主演的紀錄片《一路逆風》中 將出道10年的心路歷程版上大螢幕 內容更重提她和舊愛林佑嘉的往日情引發了關注 鄧紫棋曾經和林佑嘉交往將近4年 兩個人還曾經實質緊扣一起出席金曲獎 然而2014年兩人分手 雖然原因沒有公開 但鄧紫棋曾在臉書痛罵林佑嘉厚臉皮 虛偽又劈腿 更讓分手的原因眾說紛紜 在紀錄片中鄧紫棋的好友表示 她看感情看得很重 無奈遠距離戀愛 很多事情電話裡說不清楚 最後證明愛情只是她一個人的想像